近期寒流来袭全台创新低温 虽然星期三到星期五天气回暖 不过星期六又会变冷 不少民众抢购电暖器 而知名的电暖器业者就说 去年跨年的低温寒流来袭 电暖器销售就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 和去年一月份销售量相比已经有三到四倍的正成长 电暖器展示柜空出一大块 去年跨年开始 连三波寒流来袭 民众的围巾手套纷纷出容 预寒商品也开始热卖 促使不少民众抢买电暖器 全国电子华联吉安店就表示 各门市的电暖器都呈现缺货状态 一夜时间一补货就有民众上门 询温度相当高 而跟去年同期相比 销售量已经有三到四倍的营收成长 从今年年初就是跨年以后 然后大家感受到特别的寒冷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的话 叶片式的电暖器或者是 所有的电暖器的部分 都已经销售一空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都是属于缺货状态 电坛的部分不管是单人 或者是双人的部分的话 也是跟电暖器一样是呈现缺货的状态 那目前大概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仅剩就是我们这个热敷电 热敷电的部分还是剩下量不多啦 就是比较小片局部的 但是它一样有加热部分的效果 像很适合老人家使用 架上不管单人或双人电坛 暖暖包都呈现缺货状态 仅剩热敷电在架上 而电暖器种类白白种 又以陶瓷式与叶片式最热门 虽然发热效果好 不过相对耗电 像我们一般最常见的 鲁树灯陶瓷式或者是叶片式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虽然它的效果好 但是它因为它是差100亿的电 所以它相对来讲它比较耗电 而且如果是乡亲用这个延长线使用的话 其实多多少少 尽量不要再使用其他的家电来使用 因为它的耗电量属于比较高的部分 那如果是冷暖气机的部分 因为它是吃220的电 所以它整体来讲安全性特别高 所以我建议相亲来讲的话 如果以后要选购这个更换冷气 冷气机的部分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要尽量选购 以冷暖气机为主的部分 业者表示 若考量省电以及广泛使用性 未来可以考虑选购冷暖气机的安装 并建议民众电暖器要使用单独插座 不要用延长线和其他电器共用 否则可能电线走火发生危险 记得讲邦彦节安箱报导